揉著麵團 擀麵皮 再加上包著高麗菜餡料的水煎包 放入鍋中間 黃曹章50年來每天都做同樣的工作 而這味道已經成為在地人的小宝貝 阿伯 你的水煎包當中 大家開始買先一顆多少 大概三塊多少 三塊 現在一顆幾塊 現在一顆 六塊 六塊兩順才不會好 對 現在的東西很貴 對 沒有這個 你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在哪裡 比較辛苦的地方 比較困難的地方 要做什麼工作 要加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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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地方都要切 切糖 切過的地方都要 要加餃料 要加餃料 像你現在 休息太大回去 也要加餃料 對 加餃料 對 加餃料 還有邊賣 還有邊賣 都是他一手包辦 料好實在 美麗 才賣六塊錢 通版價的美食CP值超高 老主婦們都覺得是佛席價 經濟實惠 便宜好吃 非常非常的便宜 好吃又便宜這樣 那一次買幾顆 一次買十二顆 一次買十二顆 當午餐這樣 對啊 跟我老婆 一個人又吃 它裡面的菜也很豬脆 脆脆的很好吃 皮也很脆 很好吃 再加熱也很好吃 再加熱也好吃 對 我用烤箱烤一下 對 隔天這樣吃也很好吃 大公司在這邊 賣很久了 對 他賣好久了 以前都是 轉在等去的 所以 你大概吃幾年了 我們吃好多年了 對啊 阿公賣的東西都很便宜 對啊 對啊 跟外面早餐店比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 便宜多了 這個 吃了 這一餐就飽了 50塊 很便宜 你這樣子買一大袋才50塊 對啊 現年74歲的黃曹璋 水煎包阿伯 每天清晨五點擺攤到中午 全年只休兩天 是大年初一跟初二這兩天 因為阿伯有著使命感 生怕他忠實粉絲們會想念他 更以不漲價的方式來回饋給大家 有機會來到蘇澳中原市場的時候 別錯過來品嘗看看阿伯的好手藝 依然新聞記者來下集團的報導